我們昨天已經有透過我們的廣播系統 也有跟李明來通知說 今天下午1點半到5點 這段期間可以到我的禮辦公處 來這邊鎖取快菜祭獎 要來臨的時候 我們有那個填寫的那個名單 有姓名電話跟身份證字號 這個禮大概是903個人 市府這邊它是 目前預計是發送大概10% 我們今天大概只發配套的數量是95G 基隆市全民防疫愛心篩檢 今天正式啟動了 將會為期5天 而最先啟動的就是仁愛區 里長一早就忙著貼公告 廣播 這次的發放針對的對象 是18歲以上的基隆市民 要分區分類別 預計總共提供13萬570件的快篩 以示記在不同時段來發放 好 當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